就是Moving to Python 3 while Kizla fuzzing lights on 那那个讲者就是Gary Kong 好,Gary,邀请 来到我这次的演讲 我是Gary Kong 首先我想要谢谢HQOS Kong 跟Cost Club邀请我来 给我这个机会来台课大演讲 这是我的演讲是关注于 将你的project搬去Python 3 那么我本来就是在Moving to 做这个模糊测试的 如果你没有记得我曾经在Cost Club 或者在香港的HQOS Kong也有讲过模糊测试 所以现在暂时来说 这个话题不是模糊测试 那么我自己本身呢 就香港出生 新加坡长大 现在在加拿大工作 我也是在美国工作七八年 所以如果我的国语听起来很奇怪 就不好意思了 可能我要花多一点时间 跟你们练习一下我的国语 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 请问这里有谁在工作上 或者在学业上 还有在写Python 是必须使用Python 2.7的 请举手 大家加油了 那么我想在这个演讲跟大家分享一些 一些提示 假如你的Project是大概几千个Source code line的时候 你是怎么可以顺利一点的搬去Python 3 最好是3.6以上 其实我这个演讲 有另外一个 你可以说是标题 可以说是 怎么将一块桌布 从桌子上拔下来 那几个盘子是不会掉下来的 那么首先大家看着这个画面 想一下 请问大家请举一下手 到底这两车会不会成功呢 成功的把桌布拔下来呢 谁说成功的 就是没事的 没事会发生的 是请举手 有好几位 那么谁说一定会有出现问题的 请举手 那些还有没什么意见的 可能只是掉一两块盘子 那些不算 那么就演讲之后 就大家看一下video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只剩四个半月 为什么 因为明年2020年1月1号 Python就会宣布说 2.7不会有新的support 新的security fix 并不代表说2020年1月1号 你的所有2.7的project 完全会停止操作 不是 只是说有什么security problem 还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有update 有patch 还是什么 所以 尽量就大家 开始 跟你们的老板说 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 采取这个upgrade 那么我在这个演讲之中 会拿FarmFuzz这个project 来当作是个例子 FarmFuzz是什么 是我们在某些其中的一个做模糊测试的一些fuzzing harness 之一 一个这个project大概有几千个source code line 那么它就包含不同的fuzzing Generational Differential testing 用现在拥有的test跟WebAssembly的一些fuzzing 那这暂时来说 不是现在演讲话题的质疑 那么它的python code其实是大概超过十年前开始已经有写下来 所以 因为那时候是很难用batch来写一些cross platform的一些script 那么 那时候写的script就包含有2.4的code 2.5 2.6 2.7 慢慢就变成2.7跟3.6Duo Duo support意思就是你这样同样的code是可以用2.7跟3.6一起 操作的 然后就慢慢从那里变成3.6加 那么这个harness是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都是在Windows Linux和MacOS上操作 也是会在local machine或者在Amazon EC2 通常它是找security box 然后这些都是其他的一些资料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project的规模是不是很熟的话 那么我跟你说其实这个规模是蛮大的 It's a big project 以前它有四五千个source code line 然后就当然是蛮复杂 我相信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是在跟大公司工作 可能他们的python line of code可能有10万 100万还是什么 那么如果我已经遇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会遇到这些问题加上更多的scaling problem 那么它是那时候是包含一些stand-of-home script 跟custom helper function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没有的import新的module 就好像node.js的那些import 想import一些新的module不行 差不多是no tests no way to install as a library no linting 就是没有static analysis来帮你查看 有没有一些问题 no continuous integration no CI no Travis 什么都没有 and no way to integrate newer finity project 所以你会看到如果 大概一年前 一年半前没有开始这个project的话 现在才开始的话 其实是太迟了 因为四个半月是不够时间来做这些upgrade 如果你跟我说你要重新的rewrite 我就觉得太risky 你冒的险也算是蛮大 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不同的stage 大概有八个stage 首先你要放一下lint integrate with CI 就是Travis那些 或者github现在变成github actions 还是什么 将它放成一个pip的folder structure 就好像你有一个subfolder叫src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放进一个pytest format 可以写testing的一些structure 放code coverage 看你哪一些code有包含test 有一些没有 然后你就慢慢的refactor 然后慢慢的deploy一些code 进你们的machine 可能当然不是一次过 一个星期五按deploy 然后就跑掉 当然不是的 不可能 一定会有东西爆炸 然后全部东西稳定之后 然后全部东西稳定之后 就慢慢把2.7的code 就发出来 那lint是什么 lint是run static analysis 就是它不用跑你的code 就是看你有没有syntax error 那些 那我研究过蛮多lint 它算是蛮快的 pipeline是比较烦恼 它鸟里的东西比较多 也有可能比较慢 所以如果你发现一开始 fake air的东西已经很多warning 你暂时就不用想用pipeline 因为pipeline给你的warning会比较多 两个都允许你可以将这些warning 暂时按进一下 suppress 但是critical error一定要fake 因为如果它是syntax error 你就算你不跑这个lint 你把这个warning ignore 你自己去跑 那个含有syntax error的 那个python file的时候 还是会遇到问题 那么你写sync的code的时候 最好是没有suppression 你可以一边修这些lint的error 一边写新的code进去 但是你新的code进去 一定要pass这些lint的test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integrate with the test 那个之后我就讲一下 那stage2就是integrate with CI Travis 首先你的Travis 一定要你每一个landing的时候一直跑 跑什么当然是不跑你的test 因为你没有test嘛 你是跑lint 你每次comiccode进去的时候 到底我写的code是不是correct python code 有没有少了一个quotation mark 有没有少了一个bracket 还是什么一大堆 然后就每一个check-in就跑 因为有时候你的project 不只是你一个人 可能你有其他同事 那你其他同事说 哦这个没有问题了 那其实它的code是这么大 中间没有了一个semicode 没有一个parenthesis 的话你有syntax error 你看了之后你就看不到 但是这个lint跟CI 会看得到 你也是知道在哪一个时候 哪一个人哪一个时间 谁礼拜六check-in 然后就跑掉 就知道是谁啦 然后你也可以integrate 去github works with windows 然后当然还有现在很多选择啦 现在有什么github actions azure pipelines advay 那些全部逻辑差不多一样 然后其实你现在一开始想制造一个python project 它就会说 or use this bootstrap 还是什么 它就帮你制造一些folder structure出来 那是因为你如果想将现在一大堆script 变成这个peedfolder structure 其实是有蛮大的问题的 因为它很 again it's very finicky 很specific 一定要你的folder 放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 你在那个setup.py 要怎么样的specify 你的那个subfolder location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这些网页 goodpack is more 然后你就看它的subfolder是怎么样 你就照它的structure是怎么样 总之它是allow installation via pip 你可以用pip来装你的project 然后你就可以考虑开始使用pypy的library 最好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开始新的project的时候就使用 之后你想塞进去比较难 因为它很specific 然后你在你的version control system 你在git那里或者在marchure那里 你就是tag一个version 0.1还是0.2 就是一边 然后就你要支援这个pytest 这个test structure 它是一个test harness 当然有其他方法 什么unit test跟nodes 你是允许你加一些test 进去你的project的function 允许你增加你的test coverage 最好是什么75%还是85% 但是我经验是in reality 可能只是一半 40%到50% 你其他之后 之后就是你的company priority 就是我需要你继续找问题 还是 you know spend less time on refactoring 因为refactoring 是不帮你们赚钱的 总之你是要跟其他的team 一起平衡一下 然后code coverage 你在每次跑的时候 你就连这个上git hub 你就会知道 你哪一些档案是有test 是有green还是red 就是代表说没有test coverage for tracking changes 那么firm first来说大概是50% 我就要差不多跳去下一个stage 同样它是有git hub integration 然后之后你就要actual refactoring 以前可能你会看过 他们人家说用2-3 translation 但我的经验就发现说 其实不是太理想的 比较好的是用这个compatibility library 就是用future或者用six 其实在python standard library 有一些东西你可以import 就是from underscore underscore import print function 那除了这个以外 在six或者在future 有蛮多其他的东西 那么这个你就要看 这些网页的technical detail 暂时我就不会在这里说 同样你改的时候 你就commit small changes 每个function改改改改 不要一次过放thechange 你就包含十个function 或者二十个function 这个以后你想refactoring 你想back out的时候 就比较难 因为不知道哪一个function 的refactoring的问题 你慢慢你自己的custom helper function 你就要拔出来 塞用pypy libraries 当然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pypy libraries 它们有什么security problem 你的project也是会包含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跟你自己写 你自己的helper function 如果你自己helper function 有bug的话 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so just mix and match your risk reward analysis ok 然后你就有dual deployment 你要测试每一个不同的version 就是每一个python version 2.7 3.6 3.7 现在3.8块要出了 然后windows linux mac 看你要支援哪一个OS 然后你要确实每一个test都是green 有一些test machine 2.7 因为你是原本是跑2.7嘛 然后你又开始有一些machine 就deploy在3.6上 at some date 你就要fully switch over 但是你测试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bug之中 一定会有东西会荡西 当然是不要一次过百分之百 全部转上去 你自己就做这个分析 可能这个礼拜我就放20%上去 下个礼拜我就再放另外一个百分之二十进去 总之你有一个easy fall back to 2.7 总之如果你遇到 哎糟糕了 我们有遇到这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 在3.6 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 你就要赶快的转回去2.7 因为你的东西继续操作嘛 你工作的project 这个in production的这个project 是继续有用的 所以你一定要如果老板问 为什么你这个东西没有work 我肯定一定要说OK 暂时现在这个deployment有问题 我可以先fall back 2.7 总之尽量不要在一个long weekend之前 那个礼拜五 你就commit check 然后就跑掉 跑去什么台南玩还是什么 就不怎么理想 然后全部ok的时候 就真正的deploy 你过了transition period 对我来说我的transition period 大概是两三个月吧 然后你就tag另一个version 然后就慢慢的把你的旧的2.7的出来 那么大概Travis CI的样子 看起来就差不多是这样 如果你去分分是Travis CI的那个网页 显示在哪里的网页的话 你会看到大概是这个情况 现在你看到它是跑在3.6 3.7 然后Xcode是Mac的OS上 然后3.7应该是Windows上面 然后NightE是3.8 之前其实是有2.7那些 但因为已经完毕了over 已经可以把它拔出来 但你还没有把它拔出来之前 最好你是有这些不同的version在 然后绿色是代表说pass 黄色是代表说in progress 那种红色的意思就是说坏掉 something's broken 但你看到NightE那里是allowed failure 所以就没关系 那有些人就问为什么3.6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FString FString是什么 我觉得慢慢在What's new的那个网页那里看 3.5跟3.6最大的差别是FString 那么它也是在Ubuntu的18.04 这个LTS是default来的 有些project需要最少是3.5 因为什么他们觉得那个percentoperator 可以accept bytes bytecode还是什么byteString 忘记了 总之你要看你自己新的project的需求是什么 就做这个决定 同样在Repology这个网页那里 你就会看到哪一个operating system 哪一个OS 是支持哪一个python3的version 在里面 如果你用SendOS 或者Debian不同的version的版本的话 你装的python3可能也是又不一样 那么我注意到的东西是 其实我这个整个project 其实花了我大概超过一年时间 主要是因为我一个人做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refactorator 搬去python3不是我主要的东西 我主要的工作还是继续在Muzia Firefox 那个JavaScript Engine那里找问题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从一开始到支持3.6加 到把2.7拔出来 其实是大概超过一年的 因为刚才我说的 我focus还是找问题 最好你是使用一些modern text editor sublime也可以 VSCode也可以 Atom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text file 所以Atom的performance 其实不是很好 那我自己主要是比较是用 sublime on WSL 装这个X server在Windows上面 但最好是有good teammates 帮你review你的code 那之后就有 当然有long term compatibility test integration 少一点的 maintenance time 然后你可以integrate 其他的不同的python3 library 你可以直接import 可能一些奇奇怪怪的python2 bugs 会消失 我好像遇到一些python2的multi threading Windows bug 也是蛮奇怪的 但是我搬去python3之后 是用同样的code 还是有一点点的调整 那些问题就不见了 这些都是python standard library里面的一些小小问题 那主要就是不要等了 趕快 因为我上次第一次演讲这个 这个 在香港演讲这个话题的时候 那时候我只讲说只剩半年了 6 and a half months 现在就4 and a half months 如果以后再讲的时候 可能那个figure就negative some months 那么现在就 就趁这个机会大家看一下 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座布会怎么样 希望你们搬去python3的时候 希望是这样的 开始deploy了之后 就希望 希望 crash your fingers and everybody wait and see 希望是这样的 希望是没事的 OK 大家很开心 那就 现在我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为止 请问有什么问题 请问有什么问题 我五分钟可以讲一下 这个 回答一下你们的答 问题 请问谁有问题吗 不要害羞 我知道我在亚洲要问多几下 我问一下你在这个过程中 碰到最大的麻烦或是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 这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在stage 3 stage 3就是 你怎么把你现在拥有的 几十个python script 塞进去这个pip folder structure 因为就算你塞进去那个pip photo structure 你想装它的pip error message 其实不怎么有用的 可能是因为你在setup.py里面 你处理的一些 你写的一些subfolder的definition 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重新开始 写一个新的project 大概有包含你之前的script 的规模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又work 然后你就看自己的50个script 想塞进去那个structure 这个又不work 但是你跑那个pip 想要install你的script 当作是一个library的时候 他又跟你说 有问题 有error 然后那个 其实我觉得是最frastrating 最麻烦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如果你要现在 如果你想要写 新的python project 当然是除了从3.6 开始以外 你也是应该找一下 怎么用这个pip photo structure 允许你以后 装你的python script 是一个library 是一个package 对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问题 而不是那些refactoring 因为那些refactoring 你可以慢慢做慢慢做 每一个 每一个function有什么问题 你就把它解决一下 但是如果你想 刚才我说你想塞进去 那个pipphoto structure 它的error message 又帮不了你很多 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 我想接着一下 这个过程中 那个像py env 或者pip env 或者是这类 这类的tool 有没有什么 是你比较推介 一些tool 像是py env 或者pip env 或是一些virtual environment 之类的 对 很多吧 那这个有没有特别雷 或是觉得 在这过程中很有帮助的 对 首先當然是你要裝PIP library的時候 不要用sudo 不要sudo-h 盡量不要這樣 我覺得有不同的virtual environment 是一件好事 但是現在我只是用python-mvnf python3有那個vnf 那是第一 如果你真正需要virtual environment的話 第二 如果你整個電腦只跑一個python project 我是裝的時候 我是用dash-user 就是pip install-upgrade-user就行 因為它是把你的pip library 裝去那個user space 不是它的global space 你有什麼事 你把你的user space的那個pip library uninstall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package還在 因為那個package 它現在是在找那個system-wide 那個sudo 那個system-wide的那個版本 所以我覺得那個 其實也是virtual environment之一 只是它是整個user space而已 而virtual environment是跟你說 你在不同的folder有不同的user space 這樣來分起來 看你的需求是什麼樣 對我來說是dash-dash user就已經足夠了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這件事是很好的問題 謝謝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之後會可能站在附近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直接來問我 如果你覺得國語有點辛苦的話 你可以用廣東話或者英文問我都可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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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